发现自己怀孕时,我真的很开心。 看卓手里的孕检报告,我果断去了沈廷兰的公司,想亲口将这个喜讯告诉她。 沈廷兰曾经说过,她想跟我有个女儿。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她会是个好父亲,也一定是个好丈夫。 这一次,或许我们都能如愿。 我努力平复激动心情,然后戴好口罩帽子,拿着她之前给我的公司门禁卡,不惊动任何人,悄悄来了她的办公室外。 若被别人发现,提前告知,那么这份惊喜就不够完整了。 我刚想推门,就发现门已经开了一条缝隙,透着缝隙朝礼张望。 我就看见沈廷兰和仓序正站在落地窗前,两个人背对着我,像是在说话。 仓序是她好友,从小就认识,感情很是深厚,同我也认识。 我准备进去,就听到仓序开口说话。 听兰,你还打算做多久的戏? 听着这句话,我脚步一顿,敲门的手也停滞在半空。 不知为何,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至于沈廷兰,她此刻低着头,手里拿了个相框,注目沉思良久。 最后,她看向仓序,声音很冷,你是觉得我心软了。 仓序没说话,沈廷兰却吃笑一声。 自顾自摇头,自顾自摇头。 不,封眠是我弟弟,因为他进了监狱,又在狱里丢了性命。 我现在对他虚与伪移,不过是因为他还没完全爱上我。 等到他彻底爱上我的那一天,我。 他似乎有些沉默,可对上身旁好友目光时,却还是选择去坚定开口。 他说,到那一天,我会亲自送他下地狱,让他给封眠赔命。 梁封眠是我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伤痛。 哪怕到现在,我一听到这个名字,还是会忍不住浑身发抖,恶心想吐。 一提到梁封眠,我就忍不住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噩梦。 那时候,我才刚大学毕业,攒了一笔钱,去了心心念念的云州,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天,我玩到很晚,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 可我才刚用房卡打开房门,还未进去,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下一刻,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 他伸手捂住了我的嘴,将我环抱在怀中,不顾我的拼命挣扎, 带着我一同进入房间,然后迅速关上房门。 走廊里,似乎是有人在追他。 毕竟深更半夜,一个陌生男人闯进我房间。 我是很害怕的。 他当时整个人有些神志不清。 见我想跑,就将我抱得更紧了些,控制住了我的双手,让我无法动弹。 他还说,他不是坏人,只是因为被仇家陷害,中了些催情的东西, 所以只能暂时躲进我房间。 但我说不了话,因为他死死捂着了我的嘴。 哪怕我将他的手掌咬得鲜血淋漓,他也不肯松口。 他还说,我的性子泼辣,一点都没有同情心,不肯救一救现在正处于危险中的他。 再然后,他身体愈发滚烫,嘴巴从我脸颊往下滑,最后咬到锁骨, 然后完全不顾我的意愿,直接将我抱上了床。 成年男女的力量真的很悬殊,我动不了,他的力气也格外大。 我嘴巴被捂着,手也被禁锢着,只能绝望地看着天花板, 祈祷这一切能够快点结束。 结束时,他满意地亲了亲我的嘴角。 然后和我说,我叫梁丰棉,今天的事情很对不起。 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可我不认识他,哪怕他长得真的很好看,哪怕他的态度很诚恳, 可他依旧是不顾我的意愿,对我。 所以,梁丰棉就是一个强奸犯。 我既害怕,又愤怒。 我根本不在乎他的负责,我只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所以,我就趁他闭眼睡觉,迅速打电话报警。 有走廊视频为证,我是被他强拽进屋。 而我们又互不相识,昨晚激烈战况中,我一直都在反抗, 屋里许多东西都碎了一地。 连带着隔壁房间的客人,也反映动静太大,像是在争执打架。 总之,铁证如山,他根本无从抵赖。 梁丰棉最后进了监狱,盼了好些年。 而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有些同一天住在酒店里的客人, 甚至还偷拍了我和梁丰棉的照片, 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我以为,大家都会指责梁丰棉。 然而可笑的是,除去最开始大家怜悯的声音, 有人扒出了梁丰棉的身份后, 得知他是京圈世家少爷。 家族有权有势,而且他本人长得十分帅气, 加上他曾亲口说愿意对我负责。 所以,有好多人来骂我,说我眼瞎, 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不选择嫁入豪门, 竟然还选择报警。 也有人说,梁丰棉帅气有多金, 我跟他睡的这一晚,应该也很舒服, 如果是换了自己,不仅不报警, 还会选择继续纠缠。 这样,就像《极乐霸道总裁》里 小说男女主初见时的场景。 最好肚子里揣个娃,来一次带球跑, 然后总裁追欺火葬场, 最后嫁入豪门,幸福一生。 他们说,这才是我应该要走的剧本。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事情闹大, 就为了要那一点可怜的公道。 还有人说他也是受害者, 中了那药,本就神志不清。 说我未能足够坚定将他推出房门, 这才导致惨剧发生, 所以我也需要为此负责。 总之,好多人都在骂我, 隔着屏幕,隔着面具, 肆无忌惮地用刀捅我。 都是成年男女, 谁知道当时他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还半推半就呢? 谁家好姑娘住酒店, 指不定晚上就跟哪个男人私会呢? 这两条评论, 点赞数超过了百万, 哪怕极其没有道理。 所以梁丰眠入狱后, 我因为网报, 也足足生了三年的病。 爸妈很关心我, 但也不敢带我回家乡, 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太大, 所以家乡的那些亲戚熟人, 自然也会知晓。 而熟人的指质点点, 才真的更容易让我丧失生的希望。 我就像是一个流浪狗, 很脏,回不了家, 也无法站在阳光下。 而我也的确自杀过, 也跳过楼。 直到我知道网上的这一切, 都是梁丰眠的家人, 为了向我报复, 故意搞出来的事, 我才彻底放弃了寻死的想法。 他们越想让我死, 我就一定要活下去。 拼着这口气, 我撑了三年, 然后我遇见了沈丁兰。 那天, 我去医院复查, 被人发现, 然后又对我的事情指质点点。 好多人为了上来时, 是沈丁兰出现, 帮了我。 他将我带离了医院, 又知道我害怕, 没把我往人少的地方领, 而是给了我口罩帽子, 让我待在商场里, 然后给我爸妈打电话。 这是初见, 他温柔礼貌, 同我之间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后来我们又在医院遇到, 他说他有家人生了病, 所以要经常过来陪护。 因此, 我们正是相识。 他温柔妥贴, 一步步走进我的生活。 而我对他从一开始的防备, 也逐渐真心将他当成朋友, 聊天越来越频繁, 也尝试着见面吃饭, 到最后一点点动心。 他陪我走出阴霾, 还许了我未来, 说这辈子都绝不辜负。 在他的照顾下, 我一点点地变得开朗起来, 也终于不用每日都在做噩梦。 所以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开心。 我以为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让我可以开始新的人生, 他还一遍遍告诉我, 这不是我的错, 直到我今天亲耳听见了他说的这些话, 才发现这一切可笑至极。 思绪如潮水般涌退, 我已然泪如雨下。 隔着门缝, 我再次看向沈厅兰, 他此刻已经将手里的照片给举了起来, 我能够看清照片里他和梁风年的笑容。 两人勾肩搭背, 站在球场上, 很是阳光四溢。 从前, 我也恍惚过, 觉得沈厅兰的眼睛和谁的很相似, 但我的脑子里, 又在刻意回避梁风眠的样子, 所以只觉得熟悉,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又或许是打心底里, 不愿意去想。 只是没想到, 原来他们是亲兄弟, 更没想到, 他竟然想推我入地狱。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浑身冰冷, 彻骨的冷。 明明是艳阳天, 却突然暗了下来, 倾盆大雨落下, 我回到家时, 浑身已经变得湿漉漉了。 照顾我的阿姨, 连忙拿了毛巾过来, 替我擦拭头发。 我躲开了她的触碰, 又给她请了一天假, 然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 沈厅兰有时需要在家办公, 所以书房里放了许多文件。 她曾经在我面前提过几嘴, 说是那些文件都很重要。 一旦落入有心之人的手里, 就很有可能给公司带来致命的打击。 所以, 我从来不进她的书房, 也绝不动她的任何文件。 但现在, 我打开了那道门, 或许她太相信我, 觉得我一定不会进来, 所以跟梁丰棉的合照, 居然就被她大大方方地摆在了一旁。 有照片, 有香炉。 照片是黑白的, 香炉里还插着燃尽的香。 旁边, 放了一份文件。 文件里, 是我从小到大的照片, 以及我曾去过哪里, 干过哪些事。 甚至连我上学时期, 细言说过喜欢哪类男生的话, 上面都曾有着极其细致的记录。 难怪, 沈厅兰那么符合我喜欢的类型。 除了这些, 放在最下面的那张纸, 上面的信息却是关于梁丰棉的。 当初她进了监狱后, 因为外面的传言, 我极度崩溃, 所以根本不想再去关注她的任何事情。 直到很久后, 我才知道梁丰棉死了。 死在了监狱里, 和人打架, 脑袋撞在了墙上, 拧断了脖子, 当场身亡。 而这张纸上, 则是梁丰棉死时的惨状, 瞪大着眼睛, 仿佛隔着纸正看向我。 我怕她,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倘若重来一世, 我依旧会选择拿起手机, 去报警。 而那张纸的最下面, 写了一行字。 封眠, 哥哥一定会为你报仇, 我绝不会放过吴元毅, 也绝不动摇。 那是沈丁兰的笔迹, 用着红色圆珠笔写下的字, 每一笔都用尽了全部力气。 而最后五个字, 她反复描了很多遍, 像是在不断告诫自己, 要下定某种决心, 一定不能够对我心软。 忽然间, 我心里泛起了恶心, 捂着嘴冲进了书房的卫生间。 大吐特吐厚,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是沈丁兰发来的信息。 乖乖, 今天公司有点忙, 临时要去外省出个差。 明天我就回来了, 你乖乖在家, 记得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知道吗? 今天, 八月十二, 如果我没有看到那张纸, 我或许会认为这个日子很平常, 可偏偏这个日子, 是梁丰眠在监狱里死亡的日子。 恍惚间, 我忽然回忆起, 我和沈丁兰在一起的这几年, 他很少出差, 唯有每年的八月十二, 他都一定会出差, 然后等回来时, 他的情绪就很低落, 也不愿意看我, 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原来是因为这一天, 是他弟弟的忌日, 而他也刚好恨着我。 我忍不住闭了闭眼, 我以为自己迎来了光明。 没想到竟然又是一个地狱。 我所深爱的男人, 是从前那个恶魔的哥哥, 假装成天使来到我身边, 是为了又一次将我拉下地狱, 让我万劫不复。 沈丁兰,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抑制不住的绝望和痛苦, 在这一刻化为愤怒, 还有恨。 没有人, 没有人能这么欺负我。 沈丁兰, 你不是要报复我吗? 我缓缓睁开眼, 看着手里已经被捏得皱巴巴的运简单, 以及桌子上那些足以毁掉 他整个公司的机密文件。 而这里的文件已经足够给他的公司造成致命打击。 那就让我先一步动手吧。 我将书房恢复如初, 全然看不出有人踏足的痕迹。 至于手里这张运简单, 我思索片刻后就将它撕掉, 丢进马桶里, 最后被冲进下水道。 接着, 我提前预约了另一家医院一个月后的检查。 一个月时间, 我和沈丁兰之间的恩怨应当就能全部了结。 而到了第二日傍晚, 沈丁兰我打电话, 说是在车库等我, 要带我去外面吃饭。 我应了声, 力所收拾好, 就跟他去了酒店。 进包厢时, 苍絮和沈丁兰正说着话, 听到动静后, 沈丁兰转过头, 目光落在我脸上。 刚才还笑叶如花的她, 当即冷下脸, 冲我翻了个白眼。 沈丁兰是沈丁兰的妹妹, 从前和她也见过几次, 但她不喜欢我, 我也只当是两人没有缘分。 如今想来, 梁丰棉应当就是她二哥哥。 而他们认定是我害死了梁丰棉, 一家人就齐齐上阵。 从前的流言蜚语没能让我去死, 如今便迂回使用这样恶心的招数, 想让我彻底崩溃。 可惜, 他们还是失算了。 我没看沈丁兰就坐在椅子上, 平静地吃完这顿饭。 苍絮和沈丁兰应当是青梅竹马。 互相有意, 但又没捅破窗户纸, 沈丁兰作为哥哥兼好友, 就在中间牵线搭桥。 连着今日饭局, 应当也是为他们的好事特意为之。 这顿饭与我而言, 索然无味。 吃完后, 天色已暗, 沈严严便提议一同去江边散散步。 苍絮和沈丁兰自然不会拒绝。 四个人走成一排, 沈严严一路上都说个不停, 有时目光和我对上, 便忍不住嘲讽两句。 无缘意, 我们沈家规矩可多了。 我哥哥从小就优秀, 喜欢他的女人也都十分完美。 沈严严说到最后, 特意将完美两个字咬得极重。 三年前的那件事, 一直在我心里, 都有着磨灭不掉的烙印。 所以这两个字, 对我而言, 就是赤裸裸的嘲讽。 从前, 沈严严也会说类似的话, 就想看我痛苦难过, 而沈丁兰就会假模假样让她住口。 现在想想, 倘若沈丁兰当真在意我, 这对我而言的伤疤, 她又如何不会认真交代自己的妹妹, 千万不能碰呢? 说到底,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一家子戏子。 以前我不接话, 把戏台让给了沈丁兰, 这次我特意在她开口训斥前, 转身兰在沈严严跟前。 完美, 你若是想嘲讽我, 大可以说得更明白些。 对于大多数女孩而言, 强解两个字所带来的屈辱, 是一回想起来, 就恨不得找个被子将自己蒙住, 隔绝与外界所有的联系, 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我也一样, 从前总是刻意避讳, 不愿提及。 但现在, 我看着面前那个罪魁凶手的哥哥和妹妹, 他们竟然在用这件事情嘲讽我, 实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弯了腰, 笑红了眼。 沈丁兰脸色变了变, 想要伸手扶我, 但我推开了她, 然后拽住沈严严的手腕。 每次见到我, 你总有意无意提醒我三年前的事。 怎么? 你就那么好奇梁丰年吗? 听着我如此直截了当, 说出这个名字, 在场的其余三人皆都愣了神, 沈丁兰更是握紧了拳头, 一副隐忍愤恨模样。 我当作看不见, 继续盯着面前的沈严严。 那今日我便告诉你, 梁丰兰是个混蛋, 不经过女生同意做这种事情的, 都是混蛋。 沈严严性子急, 藏不住是。 所以, 一听到我说梁丰兰的坏话, 她就忍不住挤眼。 当即反驳, 哥, 梁丰兰才不是混蛋。 我冷笑, 目光定定落在她脸上, 又继续问, 强奸犯不是混蛋。 沈严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了? 对强奸犯都这么宽容。 沈严严还想继续反驳, 可支支吾吾半天, 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袁毅, 别说了, 继续散步吧。 沈丁兰的声音有些闷, 显然她现在很不高兴, 但还在强压着情绪装作平静。 我佯装不知, 转头问她, 你觉得是我说得对, 还是她说得对? 这个问题在此时, 俨然就是送命题。 所以, 她沉默了好久, 最后忍不住叹了口气, 装作一副关怀模样, 想要伸手搭上我的肩, 可还没等她有所动作。 路边一个醉酒大汉, 从草坪上爬起来。 跌跌撞撞, 朝着沈严严走来。 她有些不清醒, 但依旧能够分辨男人和女人。 精准铺上今日只穿了短裙的沈严严, 吓得沈严严尖叫一声, 连忙伸手去打她。 那醉酒大汉笑得猥琐, 手在她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 嘴中乌言晦语, 还倒打一耙。 你穿这么短的裙子, 大晚上还出来勾引人, 不就是为了让人摸吗? 你有病啊, 给我滚啊。 沈严严骂骂咧咧, 沈丁兰和苍旭反应过后, 连忙伸手拽开那醉汉, 沈丁兰更是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接着又挥了好几拳。 居然敢动我的妹妹, 找死。 沈严严躲在苍旭身后, 泪眼汪汪。 哥哥, 你快点教训她, 教训她。 如雨点般的拳头, 就这么落在了那醉酒大汉身上。 刚才目睹全过程的其他散步行人, 也都不约而同地别过眼, 甚至路过时, 嘴里还不忘嘀咕, 多打两拳, 用力一点。 大家都对这样恶心的人深恶痛绝, 我却在旁边笑了起来, 吴元毅, 你看我被欺负, 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你这女人心肠也推坏了。 沈严严气得直跺脚, 我看着她, 又看了眼还在挨打得醉酒大汉。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 沈严严严, 你都能够对一个强奸犯有着极强的同情心理, 这个醉酒大汉不过就是摸了你两下, 你怎么就恼羞成怒了呢? 我用她刚刚才说出口的话来对她, 她愣住随即摇头, 不, 这不一样的。 我迅速反驳, 这有哪里不一样? 你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冲上来想要欺负你, 你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受了欺负。 自然,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要让你哥哥打他, 哪怕他被打死, 你应该都不会有任何心软或者心疼的感觉吧。 我顿了顿, 目光落在沈丁兰身上, 刚才还愤怒不已的他, 此刻高举的拳头, 竟然就这么停在了半空, 似乎是在听我的话, 又是在沉思, 以至于给那醉酒壮汉找到机会, 从地上狼狈爬起后, 咬着牙伸手又摸了一下沈丁兰的脸, 丢下一句你这脸蛋也不错, 比这女的还好后, 就迅速逃之夭夭。 沈丁兰用手狠狠擦自己的脸, 仿佛扎了什么恶心东西, 必不可及。 他转过头, 目光和我对上, 我又继续说, 所以啊, 你被摸了一下, 你都受不了。 你哥哥刚才被他摸了脸, 那眼神就恨不得想杀人。 而三年前, 我开开心心去旅游, 一个陌生男人不顾我的反抗。 对我做了那种事, 我难道不该恨吗? 我难道不该骂他混蛋吗?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平复一些, 可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直接冲到沈厅兰跟前, 问他, 你说, 刚才看见你妹妹被欺负的那瞬间, 你心里有恨吗? 他愣住, 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中复杂之色难掩。 我又冲到沈厅兰面前, 问他, 被摸了一下腿, 你就受不了。 如果三年前经历那件事情的人是你, 那个男人你不认识, 哪怕长得跟天仙似的, 可你们不认识, 你很害怕, 你很恐惧, 那么我问你, 你不恨吗? 沈厅兰, 你告诉我, 梁丰眠真的不是混蛋吗? 或许是我太过于激动, 这对最爱唱戏的兄妹, 竟然双双沉默了。 反倒是一旁的沧絮, 伸手扶了扶眼镜框, 语气平静, 可梁丰眠不是街头混混, 抛去那件事, 他事业有成, 长相帅气, 家境殷实, 嗨, 嗨什么? 我转身, 看着沧絮, 我打断他的话, 沧絮, 那我就祝愿你, 这辈子千万不要生女儿。 万一今后遇到这种事, 哪怕你的女儿不喜欢她, 甚至厌恶极了她, 你也一定要像今日这样, 高高兴兴说出这句话, 让你的女儿千万别愤怒。 你也不要为你的女儿愤怒, 你要开开心心, 让你女儿接受这一切, 因为那个男人失业有成, 长相帅气, 家境殷实, 不是吗? 那一晚, 怀揣着诸多心思, 想要算计我的三个人, 竟然全都沉没了, 或许是刀没捅到自己身上, 就不觉得疼。 如今挨了一刀, 哪怕只是浅浅割了一下, 就会暴跳如雷, 转过头来, 再想着从前那些, 对我正义凛然的指责, 就会知道曾经的自己, 有多么可笑。 强奸犯, 这和他的长相家境, 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事业有成的人做这件事, 那都是混蛋, 在陆陆无为的人坚守底线, 那都是好人。 对于人和畜生的分界线, 从来不在长相和家境, 而是那人所干的事。 自那天之后, 沈厅兰再看向我的目光, 就多了一份纠结。 或许, 抛开那层血缘, 他也知道梁丰棉的行为, 本身就是极其不正确的。 可人抛不开血缘, 就选择蒙上自己的眼睛, 将错都归到别人身上。 向小孩子摔倒, 爷爷奶奶骂桌子骂地板, 让他们的小宝贝受了伤, 可桌子在那不会动, 地板被水泥呼, 也不会的。 会动的是那个正闹腾的小孩, 不是吗?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真的用猪油蒙上自己的心, 找不出任何道理, 就来报复我。 我没错, 我报警没有错, 我送梁丰棉进监狱也没有错。 错的是他们, 无理取闹, 是非不分。 我没有忘记自己要做什么。 我特意提起这件事, 我就是要让他们再想一下, 究竟是谁的错? 夜晚, 我和沈厅兰躺在床上, 或许是因为江边的事, 她辗转反侧, 似乎有些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干脆坐了起来, 但并没有开灯, 就借着朦胧月光, 看向身旁的她。 听兰, 有心事吗? 或许是到了晚上, 人的防备心不会太强, 情绪还会容易波动。 所以, 沈厅兰也坐了起来, 跟我一同靠在床头。 她大概是想说些什么的, 可兜兜转转, 到底没能说出原本想说的话。 而是问我, 原意, 等到结婚后, 我们要个女儿吧。 我摇摇头, 她有些意外, 问我为什么。 我告诉她, 我怕你保护不好她。 她一愣, 当即反驳, 怎么可能? 我会拿生命去保护我的女儿。 我笑了, 是冷笑。 是啊, 当爸爸的, 都会用生命去保护女儿。 那年我出了事, 我爸也是这样, 不眠不休守在我身边, 医院警局两边跑。 他就想为他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可偏偏对方仗着权势, 想将这件事情压下来。 爸妈熬白了头发, 才守住了公道。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然后迅速抓住沈廷兰的手。 我告诉她, 如果以后你有了女儿, 一定要保护好她。 千万不要让她经历像我这样的事, 哪怕那个男人再好, 可女儿不喜欢, 她会害怕, 会哭, 就和炎炎一样, 你会心疼死的。 所有当爸妈的, 都会心疼。 听着我的话, 沈廷兰身子微微有些发抖。 最后, 她猛地伸手, 一把将我抱进怀里。 这个晚上, 沈廷兰彻夜未眠。 之后几天, 沈廷兰对我都极好。 我能看出她眼底的挣扎。 这几年, 我真的爱她, 拼命对她好, 她也一样。 拼命地演戏, 演出对我的话。 或许, 一开始, 她满心满眼只有恨。 但相处这么久, 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能从她眼里瞧出来, 她喜欢上了我。 所以, 沈廷才会在办公室里 问她那句话。 也正因如此, 我得让她感同身受, 让她对我心疼, 让她彻底爱上我。 她想用情感来玩弄我, 报复我。 我自然要还回去。 不过, 我不可能指望这可笑的爱意 就完成所有的报复。 爱太虚无缥缈, 一无所有, 才是对这个自出生起 就傲视众人的沈廷兰, 最好的惩罚。 而这几天她各种温柔待我, 我每次都会拍许多照片, 然后上传朋友圈。 我和沈延延有微信, 所以朋友圈里的这些秀恩爱照片, 她一定能看见。 当时的沉思, 并不代表她会醒悟, 想着血缘羁绊, 她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恨我。 所以, 看到这些照片, 她不可能不生气。 她能看见, 她背后的神母, 自然也能够看得见。 梁丰眠之所以姓梁, 是因为沈廷兰的母亲, 身为独女, 家族同样需要一个继承人。 故而, 两儿一女中, 大儿子继承父业, 二儿子随母姓, 继承母家的产业。 也正因如此, 两个不同性之人, 在那次办公室之前, 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 而沈母, 沈母对于小儿子, 就站在阳台处, 她背对着我。 夜晚格外寂静, 所以我也能够听见电话那头的女生。 沈廷兰, 你这几天究竟在干什么? 风眠可是你弟弟, 他被那个女人害进了监狱, 是你说为了不让我伤心, 回去想办法对付吴源义, 保证让他伤心欲绝, 痛苦万分, 以此方解我的丧子之痛。 可这段时间, 怎么严严告诉我, 你反倒对那个女人越来越好了? 她果然就是个狐狸精, 勾引了我的封眠还不算, 现在还勾了你, 你难道不想为你弟弟报仇了吗? 电话那头的女人很是生气, 字字句句都在质问。 沈廷兰沉默了好久, 才开口说, 妈, 前段时间我和严严去吃饭, 路上遇到个罪汉, 想要摸他, 我很生气, 教训了那个人。 我在和你说你弟弟, 你跟我扯什么罪汉? 那个男人敢欺负你妹妹, 我已经找人去教训他了。 文言, 沈廷兰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才说, 严严只是被吓的, 我们就生气到不行。 原意三年前是真的被侵犯了, 其实如果封眠不是我的弟弟, 不是你的儿子, 我们真的会觉得他没有错吗? 电话那头的沈母, 当即咆哮出声。 沈廷兰,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别忘了这个主意, 还是你出的。 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 说封眠是你最疼爱的弟弟, 结果死在了那个女人手里, 你一定会倾其所有, 替他报仇, 你忘了吗? 哼, 严严比你有用, 当初网上的那些舆论, 是他想出来, 说要为哥哥报仇的。 怎么到你这里, 你竟然要维护那个狐狸精了? 难不成这场游戏玩下来, 你自己反倒动心了? 文言, 沈廷兰迅速开口反驳, 不, 我没有。 可电话那头, 当真是太过于生气, 所以说完这句话后, 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而沈廷兰, 就这么站在阳台处, 沉默良久。 而我看着她的背影, 努力克制着心中的恨意, 当年那场来势汹汹的网报, 罪魁祸首竟然是沈炎炎。 不, 不止她。 她出了这个主意, 可真正实行这个计划的人, 不止她。 这一家人, 都是罪魁祸首。 我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但沈母, 在我一次又一次秀恩爱的朋友圈的情况下, 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所以我极少出去。 就算出门, 也一定会带上沈廷兰, 连续几次差点遇到意外后, 她这个作为知道所有真相的主角, 自然能够猜出是谁所为。 为此, 她特意和我说, 要回家住一天,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我应声说好, 等到她回来时, 额头上多了一处伤口, 直说是不小心撞的。 但我没猜错的话, 应当是东西杂的。 还有她胳膊上, 也有好几道抓痕, 鲜血淋漓, 我也只当看不见。 不过在那天之后, 意外确实是不见了。 一切都好似恢复到了从前。 所以我主动相邀, 说要和沈廷兰一同外出约会, 去的不是什么高档西餐厅, 而是就着江边小城, 人际罕至的地方, 穿梭在巷子里。 所以当那几个人拿着棍子出现时, 她很意外。 但她依旧很镇定, 谨慎将我护在身后, 然后抬头看着那些人, 都给我滚。 她说这话的语气, 是半点也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或许是觉得家人所为, 自然会有所顾忌, 绝不可能会对自己动手。 可惜, 这次她注定失策了。 袁毅, 你别害怕, 他们肯定不。 沈廷兰安慰的话还未说完, 领头那个男人同我交换了个眼神, 就迅速举起手中棍子, 直接朝着沈廷兰的脑袋砸过去。 廷兰小心, 我说话的声音特别大, 与此同时, 我伸手拉她, 想要同她交换位置。 自然, 不是真的交换。 那人冲过来, 也还有一段距离。 而我们拉着之间, 沈廷兰起先愣了一瞬, 交换位置过后, 就看见了那即将快要落在我头上的棍子。 她打不掉那棍子, 就只能抱着我, 再次交换位置。 我顺着她的力道移动, 而那棍子, 最终也落在了她的肩上, 沈廷兰痛呼一声, 当即跪在地上。 廷兰, 我用尽全力逼红眼眶, 露出满眼担忧之色。 而那些人也还在一步步靠近, 我就整个人直接扑在沈廷兰身上。 声嘶力竭朝他们吼, 要动手就先打死我, 不许动廷兰。 自然, 他们伤不了我。 棍子举起来时, 就恰好有人路过, 还举着手机, 说是已经报了警。 所以, 这些人就会慌张失措离开。 再然后, 我和沈廷兰双双跌落在巷子里, 我紧张地看着她, 连着说话的声音都暴露出了明显的哭腔。 廷兰,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让你今天陪我出来玩的。 眼泪砸在她手背上, 她抬头看我, 眼神很是复杂。 原意, 那么多人, 那么粗的棍子, 你还义无反顾地想要拦在我面前, 你就不怕自己会死在他们手里吗? 如果是从前的吴源义, 此刻会坚定摇头, 因为沈廷兰是爱人, 生死相护。 现在的吴源义, 也依旧会坚定摇头。 我看着她, 眼中是不加掩饰的深情爱意。 听来,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深爱彼此。 所以, 在危险来临时, 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 我只是害怕你会受伤, 你哪怕受到一点伤, 我都会心疼的。 说话间, 我的手指无意拂过她的额头, 那出的伤疤最近才刚结痂。 她因我的动作,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紧接着, 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是啊, 连你都会心疼我, 害怕我会受到一点伤。 她顿了一瞬, 然后抬头看一下那群人离开的方向。 可是有的人, 明明知道我会受伤, 可还是不管不顾, 仿佛。 她说不下去了, 我也没追问, 而是张开双臂, 用力抱了抱她。 却爱的孩子, 总是格外喜欢温暖的怀抱。 自那次事情之后, 沈听兰和沈母大吵了一架。 就在公司楼下, 许多员工面前, 两人偶然遇到, 打着雅弥吵着架。 到最后, 越吵越凶, 然后上了楼, 进了办公室, 关上房门继续吵。 沈母曾经想过许多办法, 想要伤害我。 而在她心里, 梁丰眠这个跟自己姓的儿子, 比另外一双儿女重要得多。 爱意分配不均。 却爱者就会控诉, 从而歇斯底里, 哪怕对方极力否认 这件事情非她所干, 可无论怎么查, 线索也绝对不会查到我这里。 对比起沈家和梁家, 我的确没有任何能力。 不过, 这么大的帝都, 全是滔天的家族, 自然也不止这两家。 有些多年仇恨, 恨不得除之而回。 后快。 豪门的恩怨我参与不了。 但是既有仇恨, 那么在此时此刻, 同我而言就是朋友。 所以, 自会有人替我清除一切痕迹。 因为母子离心越严重, 对公司的影响就越大, 而其他公司就可以承虚而入。 商战从来都脏。 而我一早就和公司里的一个女生 打好了关系。 所以, 沈母在办公室里和沈厅兰争吵的消息一传来时, 我就带着准备好的饭盒去了公司, 然后就站在办公室外。 任凭办公室的门在隔音, 可也架不住两个人的歇斯底里。 其他人得了命令, 不敢靠近。 可我不是这个公司的人, 我带着饭盒来见我的男朋友,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所以, 我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所有真相。 饭盒掉在地上, 我努力挤出泪, 装作一副失魂落魄模样, 等进入楼梯下到下一层时, 面对许多伸长脖子想要听八卦的员工。 我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不断落着泪, 一副伤心欲绝模样, 然后在众人愈发好奇的目光中, 哭着跑出公司大楼。 我是自己开车来的, 上了车, 一路踩下油门, 等到了小区的停车场。 我就拨通电话, 打给那个人。 除了放在家里书房的那些绝密文件, 这些日子, 为了不出意外, 沈听兰去哪都会带着我。 所以我也跟他去过公司的办公室, 他对我没有商业上的防备, 其他许多重要的资料, 我都找到了机会, 全部拍了下来。 然后, 在今天, 全部发给那个人。 他回复了我一个收到, 说, 放心, 按照合作, 我一定会如你所愿, 彻底弄垮审, 两两家。 商业上几十年来的仇敌, 原本势均力敌, 可若是对方手里掌握了这么多机密文件, 那一切可就都不一样了。 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 就松了一口气。 等回到家后, 我当着阿姨的面将家里许多东西全部都砸碎, 歇斯底里的模样应该是不好看的。 阿姨不明所以, 只能拿起手机去给正在上班的沈厅兰打电话, 而我就借着这个空档, 将两天前拿到的新一份运检报告单, 放在衣柜里。 而柜子下方的行李箱, 我一早就准备好了。 我拖着行李箱, 在阿姨愈发慌张的目光,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公寓。 我去了另一个城市, 不算繁荣, 但很是安静舒服。 这些年, 我手里也有一些积蓄, 而爸妈热衷安静, 我给他们找了另一处地方, 让他们安顿下来。 至于我, 独自去了医院。 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第一次知道他存在时, 他才一个月。 所以,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月的复仇计划。 这样, 在尽可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完成这一次的复仇计划。 对于这个孩子, 一开始, 我是真的很欢喜。 因为他是爱的象征, 可惜, 我知道了一切, 知道了这个孩子将来的血液里, 也会有和梁丰棉相同的一部分。 他的另一半血液里, 流淌着的, 都是我恨的那些人的鲜血。 所以, 我做不了伟大的母亲。 我不想以后他出生, 我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 然后可悲地发现, 这个孩子的眉眼会像极了他的父亲, 他的叔叔, 姑姑。 这对我而言是噩梦。 所以, 自那天在书房里看见那份文件后, 我就下定了决心, 要打掉这个孩子。 但三年前那件事情后, 我本就病了三年, 身体各方面机能都不太好, 所以这次打完胎, 我必须在医院里观察一个月, 没有问题方能离开。 躺在医院里, 我没敢告诉爸妈, 只说自己和沈廷兰分了手, 要去外地冷静冷静。 在医院, 我偶遇了一个小女孩, 她应当年纪不大, 甚至还有可能是在上学的年纪。 她手里拿着运简单, 整个人都颤抖道指, 不住哭泣。 她有着和我相似的经历, 可在那次事情后, 我害怕自己会怀孕, 一次性吃了好多颗避孕药, 差点出了大问题。 而她, 没有吃药, 所以有了孩子。 我问她, 发生这种事情后, 为什么不选择报警呢? 她低头, 她, 我虽然不认识, 但我知道, 她有权有势。 我害怕, 姐姐, 她说她会负责, 可我都不认识她, 我也不想让她负责, 我明明就要出国留学了。 可是现在有了孩子, 我。 她看着我, 眼神有些躲闪, 像是觉得我会骂她。 我伸手, 轻轻抱了抱她。 很多女孩子, 在发生这种事情, 不敢报警, 其实这也没有错的。 哪怕是到了这个社会, 说是男女平等, 可对于男女, 社会对女人依旧戴了许多有色眼镜, 所以害怕, 想要逃避, 没有错的。 只是。 我想告诉你, 我们欠缺了一份勇敢, 导致这个社会的认知发生了偏颇。 就像霸总文理的一夜情, 明明是那样痛苦的开头, 可所有人都会忘记世界还有警察。 但是, 像霸总文理那样建立在墙间上, 还能开出爱情鲜花的, 在现实当中几乎不可能。 所以, 我希望你慎重选择, 是否要为肚子里的孩子, 放弃你的大好前程。 严禁于此, 他的选择还得他来做。 回了病房后, 同病房的另一位病人, 此刻手机里正放着新闻。 哇哦, 真有钱人的世界, 我真不懂。 他的家人一边替他削苹果, 一边接话, 又有什么新鲜事。 可新鲜了呢? 之前老爸在家看财经新闻, 有一期封面上的那个男人, 不是又年轻又帅吗? 当时, 我还跟你们说, 这肯定是哪个小说里走出来的霸道总裁。 结果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小说剧情。 啥剧情? 他家公司不是挺大吗? 好多好多钱。 他居然把公司丢到一边不管, 面对记者的询问, 就说自己怀孕的妻子失了踪, 所以哪怕公司此刻正处在关键期, 他也一定要放下所有事情, 去找自己的妻子。 妈妈, 你看啊, 这不妥妥小说照尽现实吗? 他母亲摇摇头, 笑着说, 你怎么就知道是小说照尽现实? 指不定那男人不怎么样, 他老婆才跑的。 不过, 那男的叫什么呀? 他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不断翻动着那条新闻, 在我准备盖上被子睡觉时, 才听见他说, 哦, 好像是叫, 沈听懒。 除了千里追漆的新闻, 还有另一条, 沈、 梁两家公司, 因为执行总裁的突然失踪, 加上正处于关键期, 原本几个大合作的消息不知为何泄露, 包括公司的许多商业机密, 都莫名流露在外。 以至于公司出了严重问题, 资金链断裂, 许多合作纷纷终止。 而多年仇敌, 就借着这个空档, 将对方被迫吐出来的所有合作, 全部都抢了过去。 总之, 这是网死里搞沈, 梁两家。 公司出的问题太大, 导致千里追漆的沈听懒, 又只能被迫回到帝都, 顽强对抗。 而等我养好身体, 回到帝都时, 沈, 梁两家公司已经彻底不行了。 对手有着同样雄厚的实力, 从前本就是势均力敌, 如今闹了这么一场, 直接摁死了沈听兰。 我回来时, 沈听兰刚宣布破产, 沈家四分五裂, 至于沈母, 怒气宫心下, 吐了血, 进了医院。 沈家建立妄议。 沈旭为了家族利益, 打算跟另一个女孩子联姻, 但沈炎炎过于执拗, 竟然找了个机会, 和沈旭见面时, 直接弄伤了她那处, 再也不能人道。 她说, 说好这辈子, 你只能娶我, 既然你出尔反尔, 那就别怪我了。 再然后, 沈家恼怒, 沈炎炎因伤人进了监狱。 至于沈听兰, 我们俩在江边偶遇, 她颓废到不行, 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 当即就冲了过来。 她抓住我手腕, 不断解释, 原意, 你听我说, 一开始, 我的确是想报复你, 可我没相处那么长时间, 我不是没有心, 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可是丰眠的死, 我妈和炎炎太痛苦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错, 就只能顺着他们的心意在你身上。 我是想报复你, 可是我后悔了, 因为除了你, 没有人对。 你公司的文件, 是我泄露的。 你算计我的这件事, 其实我知道的时间, 并不是那一天。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看着他略显呆滞的目光, 我又继续说, 包括那张运简单, 孩子是真的存在, 不过更早一个月, 我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可惜, 我不希望孩子的父亲是你, 所以我打掉了孩子。 我和你之间, 再也不会有任何联系。 说完, 我看着他, 看着他眼底好不容易攒起的欣喜爱意, 正在一点点崩塌破碎。 他像是不可置信, 眼睛死死盯着我, 而我则顺势抓上他的手腕, 脚步却一点点往后退。 看着江边走来的行人, 我冲他笑了笑。 沈听兰, 你对我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算计, 所以哪怕你最后爱上了我, 我也绝对不可能因此有所信任。 我这个人向来恩仇必报, 在感情上的算计, 我已经还给他了。 不过, 人生在世, 得收点利息。 所以我松开了手, 整个人如同断了翅膀的鸟, 直直坠入江里。 而他, 哪怕没有反应过来, 还是想要伸手抓我。 原意? 至于我, 本就有所准备, 过路的行人连忙搭救, 我不过就是呛了几口水。 只是上来后, 我就伸手指着沈听兰, 声音颤抖, 你, 你为什么要推我? 三年前的事, 我将他又一次送上了热搜, 包括沈听兰和梁丰年的身份, 但这次没有任何人的刻意引导, 只是在纯粹地 讨论女生的安全问题。 而沈听兰, 在听见我的话后, 除去最初的震惊, 竟然闭了闭眼。 说如我所愿, 再然后, 他也进去了。 进去之前, 他和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原意, 我知道你恨我, 所以如你所愿, 只要你能够开心。 经此一事,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能两清, 等到我出来后, 我会重新追你, 既然曾经你能够那么爱我, 我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让你重新爱上我的。 对于他的这份自信, 我只觉得好笑。 对于追欺火葬场的戏码, 在我这里, 绝对不可能成功。 我厌恶梁丰棉, 也讨厌算计我的沈听兰, 所以哪怕到死, 我都不可能再爱上他。 永远不要爱上 曾经想要伤害过自己的人。 我现在只想好好爱自己。